打死劫的兩岸觀光 現在鬆綁有譜了嗎 我們最關鍵的要來看到是 中國國台辦他們宣布 要積極來推動兩岸觀光 你沒看今天觀光肋骨 立刻上演慶祝行情 但我們就問 台灣拼觀光 非要陸客不可嗎 擺在眼前的就是陸客蒸發 日韓客人也腰斬 狼咧 今天觀光股到底長什麼 我們就帶您從西門町的 百億包租公的傳奇店面 到最有名在當地的黃金柱 看完了一切就明瞭了 好 今天跟大家報信的觀眾朋友 今天觀光股狂漲 對不對 漲什麼 就漲三句話 第一句話 馬英姐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希望大陸民眾 多到祖國寶島看看 通關密語 習近平都講了 那時候我知道 我們報信跟他講說 你等著看 習近平不是一般人 他講了以後 馬上就後接誰 其實有接朱鳳蓮 但是中間殺出一個賴清德 賴清德 習近平講完話 賴清德今天他公布國防外交 還有陸委會主委說他說什麼 他說兩岸執政黨 也希望能夠良性對話 他就怕乒乓 你去我來 你去我來又跳Tango 所以習近平說 大陸的陸客應該要來台灣看看 然後這個賴清德也講說 希望可以良性對話 所以他還希望 海基會的董事長 以後鄭文燦要扮演這個角色 然後國台辦發話了 國台辦說什麼 朱鳳蓮講說 積極採取這個措施推動 這是昨天講 這是今天講 所以等於習近平講完 朱鳳蓮講 朱鳳蓮講完再讓賴清德講 所以看起來就有那個樣子了 當習近平說 希望大陸的民眾都來台灣看看 就是要來團科開放 第二個朱鳳蓮講什麼 他說兩岸要積極的 採取交流措施 包括旅遊 對 意思說不明看 就在等這個 就等宣布 觀眾朋友 因為我們現在狀況是這樣 本來我們已經開放團科了 現在目前4月是有的 因為3月到6月 是有團科去大陸的 那旅行之後就是講說 我才高興又要擔心 因為你6月以後沒有了 那就看賴清德 對不對 當其實大陸都已經這樣講的時候 就全靈門一角 我不知道賴清德會怎麼做決定 但我可以告訴你 只要大陸宣布 比如說5月中宣布 6月開始 大陸的團科來台灣 那我們台灣87% 甚至99% 我們台灣想說 那我們6月就不用停了 所以長在哪裡 就長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觀光股 整個都撞起來 賴正義他講說 請趕快立刻恢復 因為百工百業都需要刺激消費 台灣就需要一個島 我們需要很多觀光客 現在目前陸客 我們現在是這樣講 觀眾朋友 除了兩岸政治因素以外 有個COVID-19記得嗎 COVID-19疫情前的疫情後 現在目前我們的觀光人數 只有疫情前 請注意不是只有陸客 全部旅客 台灣現在目前只有 疫情前的40% 所以砍得比一半還多的時候 我們的觀光業者 就會覺得很痛苦 那現在既然 朱鳳梨也講話了 賴總統當前也講話了 所以今天 航空 飯店 旅行社 相關的觀光類股 今天通通漲 連續兩天 有慶祝航情 好 從8年前的 上千萬陸客團客 散客人次 到現在團客0 好 等了8年 我們就來看看 台灣到底 真的非要陸客不可嗎 還是說 該來的要來 該來的沒來 陸客也不來 所以最後就心性浮溫去 所以觀眾朋友要知道 我在講的同時 我就是雲旦風機在講而已 但是在聽我們 今天看我們節目的 這個觀眾朋友 我都知道 如果你住花蓮 如果你在西門廳 如果你是觀光業者 你現在的表情是怎樣 對 我等你三個 馬上要Yeah 或者是 對不對 就消風機 因為觀光業者 他們知道天壤之別差太多了 花蓮因為這是地震的關係 沒有陸客對不對 台灣的旅客也不敢去 所以花蓮的那個地方 昨天福克吉說什麼 一路退訂退到10月 如果陸客來 可能就會去 花蓮可能就不會 不會整個都死掉 就會活起來 台灣很多地方 像西門町 像故宮 像市立業市 我們今天講西門町 西門町過往 陸客就是喜歡去 那在什麼時候呢 特別馬總統時期的時候 一年來的陸客超過400萬 所以呢 不是 就不要管別國 就只有光是陸客 就超過400萬 一整年有1000萬 所以那時候都這樣嘛 我們那時候要去跟他採訪 那時候在電視台 不行啦 都很忙啊 這個小吃那個店 都在這個街觀光客 其中陸客是大松嘛 每個小時 當時可以湧入255人 那店面也因為 現在目前觀光受影響 狀況之下說 過的糟糕都不去 大家知道 西門町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年輕人特別多 第二個就是店特別多 店還分兩種 一個是有店面的 一個是沒店面的 那你知道有店面的 像這個 這個是成都路31號 這個叫做在西門町的傳奇店面 現在目前 真的很有名 我把你講 西門町的點運 人來就是前潮 人潮就是前潮 你開店只有三個要素 叫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對 西門町嘛 但我等一下沒有人了 西門町現在以台灣來講還算多 可是如果沒有陸客就好像怎麼樣 現在目前你看 這個傳奇店面 現在月租是33.6萬 這是應該可能就那個史上最低 因為以往沒有45萬是租不起來的 對 又堆著錢抱著去 你都不一定租得到 對 所以呢 但因為現在大家也知道供底時間 陸客還沒有回來 所以現在以33.6萬來租 然後包含了你這個店 他說是地保名的劉媽媽 另外還有這個 百億包租公司在西門町很有名的 Seven町 他很有名 那現在大家都是這樣好不好 回家 你等 等什麼 等西門町的客人能回來 第二個我剛剛講店面多之外還有什麼 柱子很多 對 其他地方確實也沒有 因為我以前常去喜歡西門町 西門町的柱子光是這樣有沒有 這叫黃金柱 它就是一個 旁邊這個就是你知道 旗樓旁邊的一個柱子 對 你看這兩個就是有差別 這個就沒有飯嘛 有沒有 是 這個就有 它整個掛滿了這些賣流 是賣衣服 有的賣小物 有的賣什麼小公仔的 一個柱子 俊漢哥一個月 不開玩笑15萬 一支台灣就15萬 四面都能租 標籤也可以賺超過 對不對 但是現在我講的是以前 現在7萬8萬 而且還常常離捷運站越遠 租的人越少 現在目前往遠一點的地方的時候 已經有大概四分之一的 住著沒有人租了 所以人潮前潮是完全相對應的 西門町之所以這麼多人喜歡去 韓國客喜歡去 大陸客喜歡去 以前一個慾望城市有沒有 女豬就要來台灣的時候 她也去西門町 大家以為說怎麼樣 她去逛那個有沒有 什麼LV什麼 跟你說已經看了 以前沒有國都有 那她的西門町逛什麼 她要西門町 對… 對…你看以前有沒有 好不好 她就跑去這個傑西卡 她就跑去西門町逛 所以西門町的人 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已經把曬老爛掉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趕快再回來 西門町現在我有很多朋友 大車輪討給你我的朋友 你說都沒有人啊 以前還要等陸客 然後沒有陸客有日客韓客 都沒有了 為什麼政府不是跟我們講說 日韓客可以去填補那一塊嗎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通通沒有 可是疫情現在結束了 還是沒有 因為陸客現在不能來 對不對 其一 第二 日本客也不來 很簡單 日幣貶值 日本現在目前的錢變少了 又來台灣消費 很多喜歡來台灣的 日本的遊客有寫說 我以前一年去台灣 大概四次五次 現在變兩次還是去 因為台灣現在消費 看起來感覺變貴了 好 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去日本 最近這一年的集圈 怎麼變便宜了 對 相對悄悄版 那這種狀況之價的時候 好 日本人就少來 第二個 那韓國 有漢國人不是要來西門廳買那個什麼 去家樂福 也不來了 韓國人發現說越南更好玩 越南更便宜 我們那個網紅去越南 他去挑戰 五十萬噸 越南噸 一天可以過得到 五十萬很多 其實我剛才換算一下 台幣六百四而已 嚇死人 好 一天六百四十 五十萬的印尼噸 六百四 很省耶 所以台灣 韓國 很多人其實都出國了 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大陸的陸客 其實現在基本上 他也跑去日本 他是一個不能來台灣 他跑去日本幹嘛 日本的LV 因為日記貶值 在日本買LV便宜 他隨便可以插個 人民幣大概三千四千 所以日本跟韓國的客人 你要注意看 陸客也許甚至已經輸 可是連日韓都不來 有沒有 連日本跟韓國旅客都不來 說台灣怎麼辦 台灣就需要趕快去救台灣的觀光 現在就是關鍵時刻 趕快把人朝西進來 大家才有可能發財 董哥 我就問了 兩岸觀光要出門了嗎 或者說又再一次指紋樓梯想 不見人下來咧 因為包括習近平 或者賴清德 他其實態度現在都比較軟化 那他們不必再走 蔡英文那時候的路線 台灣非常需要觀光客 而觀光客裡面 中國大陸的觀光客 是消費能力最強的 而且他們對台灣充滿了感情 這是大家過去所看到的 雖然有一些獨派人每天謀罵 但是錢照賺 那今天 台灣跟韓國有一個會議 今天在嘉義開 他說我們一定要多爭取韓國的 韓國也派人來 那我們 這加起來其實一年不到兩百萬 就是你去我那邊 我去你那邊加起來 韓國來這邊 一年大概八十幾萬 來台灣 都跟路客不能比 包括消費力 包括人數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是一個 已經壓抑這麼久的一個機會 那民進黨 當然他有一些仇恨 對中國大陸 尤其七年選舉 七年六月 那時候很多 旅遊業者他們很氣 民進黨八年 鐵板一塊都不開 他們就 開了 大概六七百多請侯友 有一道場 所以只有國民黨當選以後 才有機會 那各位觀光旅遊的朋友 我告訴你 現在民進黨也有機會 因為他們很希望把柄做大 那尤其習近平 他已經講了這個話的時候 當他講了第二天 整個股票就上漲了 大家一定 因為大家都非常敏感 而且這個是兩岸 大家都互相有利的 我們希望有更多交流 更多 互相的往來 就會更了解 當然我們也希望 能夠賺對方的錢 那我們現在台灣的 觀光客有沒有去 有啊 我一堆朋友都去 包括我自己 我們也去 我們去有時候想說 省事這麼多人 我們就用個旅行團 可是我們不用旅行團的比喻 我們就找旅行團 你幫我們安排好 我們去那邊 要有車就有車 要上山坐纜車 坐手道就坐手道 你全部幫我們安排 這旅行車幫忙安排 那我們去馬上 就省了很多時間 你要自己去叫車 去到哪裡去找 這也是一個旅行車的概念 現在為什麼要這樣偷偷摸摸 因為政府不開放 但是旅行車在幫我們辦 也會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我們的政府 每天講我觀光客客要一千兩百萬 你沒有入客 你想都不用想 我看王溝才 他現在剛好 已經沒有被 繼續任命的話 他心裡應該鬆了一口氣 是 彭卿怎麼看 我現在可以很負責任的說 就我所知道 就是立法委員 傅崑奇不是要帥一個團 然後週末的時候 就要到大陸去嗎 對 就是為了這件事情 可能會共同宣布 就是要開放旅遊 因為這個對於 因為這裡面我們先講 並不是說為了花蓮 然後所以要開放兩岸旅遊 而是說兩岸旅遊這件事情 基調本來就已經確定在這個地方 那剛好碰上花蓮地震 現在花蓮的旅客蕭條的程度 大家是非常難以想像的 一直到10月底為止 所有的訂房旅客全部取消 剩不到5% 那你到10月 現在還4月 10月那還有半年的時間 大家可以想像嗎 半年你完全沒有生意 請問一下這些商家怎麼活 趁著這件事情 剛好前面已經定調了 所以我覺得有點加速 為了要拯救花蓮的觀光 有加速的味道在 插個話 所以重點在於這句話 希望兩岸執政黨可以良性對話 520之後的賴總統的一念之間 就變成了整件事情 能成與否的最關鍵了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希望它成 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其實開了又關 已經承受台灣的旅遊業者極大的壓力了 所以我不認為他們會在這裡面阻擋 從這句話看起來 也並不打算阻擋 而且他們知道說 恐怕他們也得到了訊息 就是傅崑崎這一次去 目的其實就是為了要重開旅遊 那為什麼對大陸的觀光客寄予聲望呢 大家不是都在講說大陸經濟很糟很糟很糟嗎 可是你要知道從匯率的角度來看 今年以來 即亞洲貨幣對美元都貶值 全亞洲通通都貶值 但貶最兇的是什麼 是日元 日元到目前為止 今年以來已經貶了9%了 貶到34年來的新地 而且現在它貶破15之後 如果再看不到日本央行出手去干預的話 可能要再去看160 那哪些貨幣比台灣貶得少 相對來講比較有消費力對不對 人民幣貶2% 那你說誰比較有消費力呢 更重要的是那個量體基礎 就是那個量很大 當然我會覺得說 這個觀光客 路客的觀光客 要回到2019年之前的這一個榮景 我覺得是很困難 但無論如何 終究對於 尤其是對花蓮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及時雨 五七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中午過後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點到11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爆新聞 君相還有優秀的五七爆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哇 真 像 カムン カムン カムン